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希望我们带出宗教的味道 但是我们在跟类似这样的委托方都会签一个很重要的合约就是 我们要拥有这部片所有的主导权 剪接权 就是我们要决定说什么故事 那大部分90%的看到这样的要求大部分都退却就跑掉了 因为我们会认为拍片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拥有这故事的主导 但行销我们的倾向都是教学专业 所以包含这部《八一条》也是一样 它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微电影的概念 就是统一超商找了我要做一个关于他们在甲仙这个八八风灾的很重要的重灾区 一个店长 然后很可爱 这个店长很有趣 这个店长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在店里面 他都在外面跟社区的爸爸妈妈讨论怎么样帮小朋友加油打气 然后透过鼓励小朋友阅读 因为很多书捐进来 可是小朋友老实讲没有鼓励他们不会主动去读 那他们就办一些活动啊 小朋友只要愿意读一本书就可以盖一个章 那基本上几个章就可以去店长自己掏腰包去买那个早餐 然后饮料送给小朋友 那小朋友就 他有点幼衣嘛 他就有这种动力 然后我们开始从这个三五分钟 一开始想要去拍一个三五分钟的回电影 然后去认识这个店长 进了认识了甲仙国小 因为毕竟这在甲仙国小活动 然后就不知不觉就认识了拔河队 然后整件事情就失控 反正他每次拍纪录片就是一个失控的过程 就是突然发现生命故事太丰富了 对 然后已经跳脱原来的 微电影 那个微电影的那个格局 那其实老实讲 我一般不喜欢微电影这三个字的 因为微听起来就小小的这样子 那我们有机会 所以你一开始预备拍多少 本来是三到五分钟 后来拍出一部超级长的微电影 我们后来做了一个二十几分钟微电影 然后丢到我路上 那可以分很多集啊 因为微电影常常会这样子系列的 对 他有提说切成三段四段 可是我还蛮坚持 因为我觉得我希望阅读是 是一口气的 但是广告公司就会很紧张嘛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阅读习惯的问题 可是我就是一个不是太合作的导演 然后他们就会配合我 然后就让它很完整的播出 然后我记得在去年我们先剪了这个 超级长的微电影丢到网路上 然后短短几天 我忘了多久 就大概有 在YouTube就有六十万人字的点阅 那我们觉得反应很好 然后就决定要把它发展成长片 所以很快就从网路上先把它取下来 对对对 然后想要发展长片 当然除了拔到对小朋友之外 那客户愿意吗 OK OK 他们同意 他们撤下来 对他们同意 然后他们后来也继续支持我们 继续发展成一部长片 反正 所以本来从几十万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 完全失控的一部片子了 变成六七百万的一部片子 变成一个很重 对我而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资金也好 或是行销的规模 其实行销规模还蛮大的 然后跟这个议题的意义上面 好先为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还是有很多海外的观众朋友 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为什么在八八水灾之后 这个地方这么的重要 或它这里面产生了一些 其实很值得关怀的一些背景 是 其实八八风灾是台湾921之外的 仅次于921第二个非常 大的一个台湾的灾难 天灾 对然后也是我们的共同记忆 那这次受创跟921不一样 921受创大部分在中部 是 这次受创非常严重是在南部 那在甲仙乡里面有一个小村 如果叫小林村 那这小林村在八八风灾 8月8号风雨非常大 在8月9号风雨一样非常大 在8月9号那天就整个 整个村子被灭村 那官方说法啦 大概有462位 人民众罹难 那完全掩埋在那个土石堆里 那完全没有办法挖 因为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是一整桌山整个崩毁下来 为什么只说官方 因为 听起来好像应该要更多是吗 事实上是更多的 因为官方的算法只是说 有常住在这边的 可是事实上有一些人是亲友 或者是朋友来这边做个 因为那天刚好是8月8号父亲节 所以有些返乡的 对 所以他们自己都会说 特别孝顺的反而在这一场 离难 离难了 因为很多人反而回来 去替爸爸去过父亲节 是 所以事实上详细的数字到现在都 没有办法兜得起来的 那这件事情当然是台湾很重要的 一个指标的一个意义 然后那个当下 台湾非常多纪录片导演去拍 关于巴巴风灾的纪录片 那非常多 你说当年 对 2009年的时候 很多人就赶快去拍现场 就马上去拍这些纪录片 那立州有吗 我其实没有在第一时间去 我反而去屏东 屏东也是一个很受灾害很严重的地方 那没有去的理由 我当然除了 你有别的案子在手上 对 我在屏东拍这片子 另外我当时在做 备忘时光跟青春大队的后期 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可是 甲仙这两个字队友研究 有一个记忆点赞 那一直到这一次 刚刚提到那个 统一超商找我来做这回电影的时候 一开始那个微电影他给我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他们全台湾各地的 店长或店员 还做了一些跟社区还蛮好的一些互动 或一些感人故事的一本书 你说是内部的文件 对他们内部的 这应该外面没在卖 了解 然后他就希望我看一下这样 那我还记得我的同事很可爱 我同事就跟我说 欸 导演那个 不要跑太远拍喔 因为通常只要离开台北的制作费 会非常的高嘛 你说你的部下好心提醒你 是我的制片啊 我的监制这样 他就跟我说 我们楼下就有三间寸美的一本 要不要去拍楼下 哪有这种 哪有这种监制啊 偷懒的监制 当然他们会觉得说 他知道我一定会失控的 因为我家楼下也有一个寸美的 真的喔 是真的 没有他们太知道我的坏毛病了 就是很容易失控这样 然后就在那时候 在翻那本书的时候 就看到了假仙 然后突然就觉得 我想去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他应该把那些中南部的那些页数都黏起来 真的喔 不要让我发现这样 他们可能没想到 后来我就说要去假仙的时候 他们就完全惊呼说 假仙在哪里这样 是 那就是假仙要从高雄 坐高铁到高雄 开车大概一个半吧 到两个小时 在一个山里面的小镇 然后他们知道这整件事 已经无力可回提了 那他们当然就只能全力去支持我 是 那当然我们决定要去拍这个 影片的时候 其实同一超商也是支持我们去拍 但是从原本的三到五分钟 当然就完全 是 所以现在变成多长的纪录片 104的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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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直接上原线 这一次我听说啦 不过先恭喜一下杨导演 据说这次创下了台湾的 这个纪录片上映拷贝数最多的 谢谢 这算是最大规模应演的一部纪录片 是 但压力也最大 这次有35支拷贝 当然比起那些动辄六七十个还是少了啦 对 但对纪录片而言 不老其实有多少 22或23 因为那是去年 也是台湾有史以来 纪录片类型中创最高票房的嘛 没错也是 三千万台湾 三千万 对 当时也是他们发现规模非常的大 这怎么有海外市场嘛 台湾这些纪录片 多多少少有一点 但是跟台湾不大能够相比较 了解 你说范围就是市场还是很小 还是比较小 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大陆 但中国大陆对于纪录片的管控是比较严格的 基本上不能上院线吗 我们有试着去做过 比如说像我之前也不叫青春拉拉队 我想去送审 因为在中国大陆上要拿到一条 一个绿色的 然后一只龙在那边飞来 对 对 然后但是审批就没过 红录片总局审批没过 那审批的理由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就没过理由叫做 那部片就被禁嘛 理由是太怀旧 其实我听不懂了 只有这三个字吗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问我北京的朋友说 他们有几十人的一个委员会 其实我不知道 我知道 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太怀旧这样 然后我就问 因为里面都老人啊 这太怀旧 可是怀旧 怀旧没什么不好 对对对怀旧 怀旧没有 对对对对 可是就我所知 基本上纪录片不太 基本上不太能上院线 对是困难的 然后最主要我觉得 在中国大陆 纪录片还是电视的环境比较适合 对 但是台湾很特别 台湾这几年看纪录片的风气 越来越盛 越来越好了 对 而且近期也还有跟你打对台的吗 一直都是伙伴啦 伙伴关系 对 所以《拔海条河》到底是从 因为是现在才拍的嘛 对 跟《八宝风灾》已经 已经山摇水远了 所以在片中 我们到底主体会看到什么 我其实是在《八宝风灾》两年半后 再进去拍 因为我们拍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这部片当然不是在讲 第一时间的《八宝风灾》 那些《风咬地动》 我们在讲其实是《后八宝》 就是当所有的硬体 所有的桥梁 路都已经开始盖好的时候 其实比较重要是 那个人心的部分 人心的崩毁 对人心崩毁怎么站起来 那事实上要把桥盖好 把路盖好其实非常容易 非常快 而且政府还做的速度很快 因为这个有政绩的 但是人心的部分 往往是被忽略的 那当然这个故事就是在讲 《八宝风灾》之后 因为光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办伤事 就办了一整年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罹难了 然后其实没有尸体 那办伤事很多场地 必须要排队的 或法会啊等等 所以他们一整年 听到都是在办 相识的 听跟跟跟那种声音 他们自己都会说 所有宗教都来过台湾了 什么道教佛教什么 连达拉喇嘛都去过贾千 真的吗 对达拉喇嘛都去过贾千 去办法会 所以他们 好多年没有来了 对 那一年就到了 那一年 所以他们一整年都在办法事 所以对当地居民而言 那种 那种感觉 他们是觉得 有被夸 可是是有被关心 还是反而觉得有另外一种 你知道我意思 我懂 就是这样到底 这连绵的法师 他们到底是真的有带来一种 提升跟安顿 还是反而 我想两者可能都有影响到 当然他们也被安慰到了 可是那种长期的那种 那种 被提醒 对那种氛围 让他们怎么样快乐不起来 所以大人都很丧志 然后再加上风灾之后 整个 因为甲青是一个观光为主的小镇 真的吗 对 因为它是南横的路口 所以以前要走南横 都会经过 都会经过 总的会在那边歇脚 然后买个东西 吃个东西 然后补气好再准备出发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游客 南横整个断了 南横到现在还没有通 四年了 都还没有通 所以他们那个小镇 几乎整个没落下来 比如说他们以前 那种很 生意很好的那种 卖芋头冰的店 比如说一个月银耳有一两百万 假设最好最好的那家店 可是他们在风灾之后 很差的时候 一天银耳只有十块钱 卖出去一杯红茶 就这样而已 所以整个小镇非常的萧条 那有能力走的人 大概都走了 然后只剩下走不了的 或者是愿意留下来的人 那我大概在两年半 风灾两年半之后 就进到这个小镇 开始拍这部纪录片 那当然是最主要吸引我 是这群小朋友 他们在风灾之后 组了一个拔河队 那小孩子本来 这种光光小镇的小朋友 是非常乐观 开朗 充满微笑的 可是说真的 大人很丧志 其实一定会影响到小朋友 所以他们也变得非常的沉默 然后小朋友 想要选择一种方式 就是拔河 那当然跟老师有关 老师希望小朋友 参加拔河运动 可以到高雄 到台北来参加比赛 让我们渐渐外面世界 不要再困在这个里面了 他没有想到小朋友的表现 非常非常好 那当然这电影在讲的是力量 我觉得力量很多种 比如说拳头也是一种力量 演讲也是一种力量 但小朋友透过拔河这种 很直接的 很肉体的 对 然后来鼓励大人 然后大人在一年后 真的被鼓励了 所以这是一条绳子 拉起一整个箱的故事 那后来大人被鼓励之后 有做些什么事 非常多 来拯救了自己的土地吗 非常多 你可以透露一点吗 OK 其实那时候我们拍小朋友 他们在 比如说他们在高雄 得到高雄市冠军 然后那种地方 报寺就会登一个小小的 很小的方块 那对小朋友 也那个小小方块很重要 他就把影音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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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 那个报导的时候 那个本报训 好大的字 你知道吗 可是对小朋友有那个小小的 肯定 是对他们也是那种大大的信心 那这跟大人还是没关呢 我在问大人做了些什么 当然 小朋友准备要去参加 全国的巴勒比赛的时候 然后大人其实 大人不会去在乎的 就算你们得到奖 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大人好现实 对啊 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连饭都吃不饱 吃不饱 也不可能去鼓励小朋友 但是没有想到 开始 这个社区里面有些大人 有些爸爸妈妈 开始意识到这件事了 然后我还记得 那时候 比如说下个礼拜 他们要去参加比赛 那这些大人就聚在一起 爸爸妈妈聚在一起 就说 下来趟我们小朋友去参加全国赛 就算他们淘汰 就算他们有得奖不管 他们回来 我们一定要迎接他们 我们替他放鞭炮 因为甲仙很多庙 太多 我不知道地名 是不是有个仙 还是怎么样 就非常非常多的庙 是 他说随便一个土地工啊 过个生日 那个鞭炮就放不停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孩子 这么棒 这么棒的回来 我们都 不值得一串鞭炮呢 对 我们都不在乎他们 所以其实在比赛前一个礼拜 大人们就开始有 一点点改变了 就是在冠亚军决赛的时候 输掉了 嗯 那那个当下 你怎么破梗了呢 真的吗 嗯 对 我讲太多 不过不过 对而言当然 那次小朋友身上输掉 我们还是很想看他们怎么输掉了 对啊 对啊 输的过程非常精神 对 那小朋友当然输掉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们应该 老实讲 我觉得全国第二名很棒 当然啦 非常地棒 他们什么都没有 也不一定都要得第一名嘛 对而且 他们也没有物资 他们也没有那个什么 那个衣服 那种衣服都穿那种 人家捐进来的衣服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拔河是用到的 财力最少的一种运动 对最简单 算是蛮简单的 对 可是他其实 那个绳子非常粗 小朋友手 毕竟细皮嫩肉的 因为毕竟不是那个 紧美女中那种的 那随便 干嘛 人家紧美女中的人 就比较那个 他们也很棒 对 不是我听说 难道他们就 女生也是应该细皮嫩肉吧 对啦 对啦 所以每个人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小孩用的绳 跟大人用的绳 差不多 稍微细一点点 细一点点 那当小朋友在拔的时候 那种手 随便一拔 那个皮就掀起来了 对 那种小女生 皮掀起来 然后我们说下一场 你还要下去吗 他说他要 那就只能用OK棒 这样贴一下 所以是女生在拔河 男生女生都有 混合组 男生组 女生组 那很坚持欸 已经要下去 OK棒贴一下 OK 然后用那个绷带这样绷紧 然后眼泪在那边 没有掉下来 那坚持我还要下去拔 然后下去再一拔 那个绷带就被掀开了 你不要形容好可怕 好可怜啦 对 可是你会觉得你小朋友好棒 可是他还是得到亚军 那就问他说 干嘛一定得冠军啊 全国亚军今天很好了 他就跟我说 他想农药甲仙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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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不是农药 对不起 他想农药甲仙 那 我也觉得农药甲仙 关一个十一二岁小孩子 是什么事啊 你说不应该由他们承担 对 对 对 可是他们的确真的这样想要 那当然他们就又默默要回乡了 那我们就在车上 实在太远 台北离甲仙太远了 然后 其实他们小朋友并不知道 在他们故乡 这个甲仙的增上 其实在等待了 已经在开始 那个晚上 开始要翻转了 我本来以为只有爸爸妈妈 七八个人 会去巧头迎接他们 然后我还打电话回甲仙 问我们那边两组摄影师 说 会不会都没有人理他们 小朋友还是自己默默的 讲做饭在学校 然后爸爸妈妈 请都再回家 是 就没有想到 他也没跟我说 他说有啦有啦 好像有些人要准备去迎接 结果一过那个甲仙 新盖老甲仙大桥 一下桥 哇看到 整个镇上的人都出来了 然后夜夜奶奶 带着 小朋友 然后爸爸妈妈 就在桥桥迎接 厉州你不要再讲下去了 哦 你会把整个剧里头讲吗 对 虽然你讲得很开心 我会听得很开心 但是我建议还是不要再往下讲 好那 9月6号请进西院看一下 全省都看得到吗 全省 这次大概除了南投没有吧 Why 这次发行规模很大 为什么没有南投 南投有西院吗 那不是921受灾的地区吗 我不晓得 对 你只记得说南投比较没有就对 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南投的西院 好 我要问一个事情 就是通常纪录片我常常很好奇 你们说好像在拍一年 对 甚至有时候还有的跨一年的 对 那对不起耶 你也不可能天天守候着他们 身为导演 你到底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在那里 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困惑 是 这跟拍戏有剧本 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发谁的通稿是不一样的 请问 你们纪录片到底怎么做到的 我们当选择方式就比如说 以拔一条的例子 我们就是在那边租房子 然后就住在那里这样 绝对不是你啊 不只啊 就是所有工作人员都住在那边 嗯 然后 我们90%的时间都没在拍片 对 我们只有10%在拍片 90%的时间帮忙蒙作啊 然后去学习第二专程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我现在会种芋头 我也会种米啊 我不相信 我真的会啊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 对啊 来证实的 你应该拍一下一段测拍的花絮 是 是你们 设置组 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 你知道我的意思 这也很珍贵耶 是 这可以当花絮啊 能够好忽略这个误会 这可以当花絮 陆续PO到网路上去宣传 所以你们有跟他们一起生活 可是这样会不会也有人会问 有的时候这会影响 拍摄者跟被拍摄者之间的某种互动 跟某种的化学作用 其实我这个部分是非常正向去认同这件事了 因为我们不是拿个小摄影机去偷拍 当然也不是针孔去偷拍 这摄影机或我们这几个人进到这个小镇 一定会产生 大家一定会钉在你看 对 产生一些变化 那我们会让这些变化存在 甚至在电影里面 我们都会让这些变化成为我们电影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次 这部纪录片很特别的是 很多工作人员都会进到影片里 因为我们跟他们生活一年多 已经不只是一个拍摄者跟被摄者的关系了 像青春拉大带你也有入镜嘛 就是你常常入镜啦 被遗忘时光你有入镜 大部分是因为剪不掉 对 就是你常常在访问 访谈过程中会被拍到你这样 是 那这次的情况 更特别是我们完全参与这个小镇的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醒过来 他们能够站起来 所以我们希望去 我们真的 真的是进入到这个小镇的故事核心 S7在里面出现的画面会很多吗 非常非常的少 这一点他们 是我直接问 没关系 可是那个可爱的电场会出现吗 会会会会会 可是他也没有穿什么制服啊 没关系他穿制服也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如果他真的有做一些事情 他做可多呢 这些都很值得被拍摄了 而且最主要是他通常都没在店里面 他都在那边社区跑来跑去去帮这小镇 所以他是自己的店 才可以这样吗 应该是自负盈亏 了解 当然这个电场太可爱了 其实不只这些电场 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 他还不是当地假仙人的 他是骑三人 只是来这边开店 然后自然而然 因为他开完店三个月之后 风灾就发生了 所以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参与了这个小镇的整个峰毁 然后自然而然 你如果不选择离开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他们的困境了 是 对 那我们最后问一题就是说 那贾仙这个地方 现在情况有好转一点吗 除了说硬体稍微回复一点之外 是 他整个经济情况 因为你说南回还是疯人吗 对 几乎在风灾的之前的不到二分级 还是非常 所以就原来卖200万 现在可以卖到100万了 从10块钱已经回升到100万了 那个只有一家店 大部分店都没有 还是一些做小生意的人 还是一些做小生意的人 然后 还是没办法 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前是赚过路客的钱 因为他们是南横的路口 他们不是赚本地的农产或者是矿产 对 可是这段时间我发现 当然也透过我们的记录 发现他们开始去思考 我们不能再期待南横通车 如果南横通车是一件遥遥无奇的事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自己的更多特色展现出来 然后农业也好 或者是 手工艺 对 或更细致的观光的旅行也好 所以现在 不只我们这部电影 其实包含很多 很有型 连那旅行社都有 关于贾仙的小旅行 非常细致的规划 连我都好想去参加 我拍这部电影最大的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足足胖了6公斤 看不出来啊 因为我们一天当然都在吃啊 你不是都在耕田种芋头 对啊 你到底是去吃还是去工作 哦 热量消耗很多 就会吃很多欸 说的也是 对啊 然后我还好啦 我们那个摄影师整个肚子突出啊 然后摄住啊 完全胖得不成能痒 然后 这是我们 我感觉有鱼肉香 香名的嫌疑 没有 这表示他们做的菜式 还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你不是说他们已经有点 稍微穷困了吗 对 可是当大家 用那种最简单的 他们的那个菜都是很 很简单去取来的 比较粗的做法 对比如说那种 就不是 种铺丝里面的那种菜肴 不是 那种猪咖草 就是那种 房子外面的一种草 一种树 树 树 一种很特别的草植物 然后把它做成那个 超蛙粿 类似这种 粿 然后 变粉直痕 对 烤那个鸡肉 用那个 梅子的那个 梅子的那个 梅子的那个树干 去熏出来 那种大科 你知道吃到那个 那个鸡肉里面 唯一酸的那种 梅子的口感 超好吃的 太好了 纪录片有拍到吗 全部都在电影里面 OK 请大家 9月 6号 全省事愿来欣赏 我们的纪录片叫做 把一条盒 谢谢杨丽洲导演 谢谢 这有厉害吗 不要老是在家乡好不好 风渣也来 地震也来 只要眼睛张开一往外看 你就会看到商家 佛教办完办道教 道教办完办 崩德会 崩德会办完又回来办道教 路通的时候我想来看 那是很多石头 什么都没有 不过来的大人和小孩 都因为爸爸的水灾 有一些打击了 那藉由把河这项运动 让他们的刺气可以发挥出来 你偷吃 居然比中央还要臭 那这鞋子 等一大要帮给别人了 外面的学校有防滑鞋 有护垫 我们是没有 肚皮要溜腿 手要溜腿 往后 护退没有路 打步都只有往前爪 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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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说 这阵子是他们在鼓励我们大人 由学生说 一人两发 他们发现自己的架子 然後包括他們的自信 整個都提升了 當大家都在一片哀好的時候 孩子用很純真的力量 讓大家看到站起來的軟機